在中国古建筑中 工认结构最复杂的建筑有两个 硬线木塔和故宫角楼 与许多古建筑一样 角楼的整体结构是以团具为魔术进行设计和建造的 然而 角楼的团具不是常见的11个窦口 而是10个窦口 由于团具比较小 相应拱的长度也有所调整 避免拥挤 碰撞 角楼以方庭为中心 向外推出大爆煞和小爆煞 角楼上下共三层 雾面各个方向伸出很多个异角 角楼的外部抖拱繁多 而内部抖拱的体系更为复杂 尤其是与末角梁乡碰撞的抖拱 是个最难处理的地方 方庭内部的抖拱分为两层 上层为早井抖拱 下层抖拱则作为承重体系的一部分 角楼下层和中层的抖拱为重昂五彩 靠近窝角处的抖拱为重翘五彩 上层抖拱为单翘重昂七彩 大爆煞内部抖拱为五彩 小爆煞内部抖拱为三彩 方庭内部承重抖拱为七彩 在大巴凉之上的早井抖拱也为七彩 角楼的一角多多 进进出出 大大小小 一角处理和船的分布是角楼结构上的一大难点 小一角出翘九传 大一角出翘十三传 大小一角相交 出脚窝角相连 协调不易 还要保证每个脚的左右对称 更绝非易事 只有处理得当 大连沿才有可能平顺相连 各个一角的起翘才有可能流畅 优美 每一个一角对称 平衡 让我们再来看看角楼的内部结构 当你去参观故宫角楼时 这些你也许是看不到的 许多关键的承重构建 都隐藏在角楼的内部 下层的重要结构有 磨脚梁 大扒梁 小扒梁 中层的重要结构有 五架梁 中层脚梁 铜柱 上层的重要结构有 五架梁 太平梁 鞋枪 有意思的是 在角楼的这个位置为了便于泼水 加了一个哑巴梁 直接搭在望板上面 角楼里有一个结构模型 最具权威性 1956年 故宫角楼进行了唠架大修 大修后 老一代工匠师傅根据实测制作了这个模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